第3期突击QQQ 第3期突击QQ 第3期突击QQ 鲫子是一种小海鲜 本身就是会带有一点咸味的 像是鱿鱼小墨鱼带鱼 这种海货都会有咸味的敌口 所以处理的时候 要先焯去水 去掉一些咸味 但是不用完全去除 所以最后调味的时候 盐一定要记得少放 不然再加水也没有用 会一直厚咸厚咸的 至于不爱吃葱姜蒜的话 可以在烧好之后把它挑出来呀 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体贴的男朋友 就派上用场啦 冬天大家都爱吃羊肉 不过在做羊肉白菜宝的时候 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来自微信的小伙伴 白起夫人 问我们 为什么煮羊肉的时候 会有很多沫子呢 呦 这个问题不错哟 不知道这位粉丝说的沫子 是啥颜色的嘞 如果是白色的浮沫 那就不用担心啦 说明你买的羊肉 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如果是灰沫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这只羊僧前 一定很喜欢到处瞎跑 搞得全身都是脏脏的 所以煮出来的血沫都是脏脏的 一定要把它全部撇干净才行啊 这可千万不能偷懒 说完渣肠菜 我们来聊聊圣诞限定的甜点 红丝绒杯子蛋糕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它的颜值惊艳到 反正我是疯狂为它打扣的 来自微信小伙伴Cherry问我们 为什么要分两次的倒入蛋液呢 一次倒入岂不是更省时又省力吗 看来这位粉丝和我有的一拼哦 都是不舍得麻烦自己的性格 不过有些关键不闻 还是不能省力 不然做出来的蛋糕可能就毁了 一定要等第一次搅拌均匀之后 才能加下一次 这样它们才能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等会加面粉的时候 就更容易混合均匀 这样烤出来的蛋糕 就不会一边干一边湿了 临时刹起码看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来自微信上的小伙伴 LiuLiuXGal 哎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读啊 我的英语老师说不定要来找我了 他问我们 兔兔里面材料说的面粉 是低筋中筋还是高筋的呢 新手一枚求指教 哈哈抓住一只萌新 我就喜欢这种爱问问题的新手哟 看好你爱你妈妈哒 这里用的是中筋面粉 一般食谱中不特意标注的 都是中筋面粉哦 还有一个送给猛进的特别关照 就是低筋面粉 其实是适合做曲袭饼干之类的 而中筋就比较适合做中式面点啦 高筋就适合做西式面包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哦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零食界的大佬 好啦 本期选出来的五个问题 就已经解答完了 如果你在看菜谱时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随时留言 我们会在节目中进行解答的 下面我们就来公布参加活动中奖的粉丝 上周微信粉丝送给我们 叫来了他的作业 苹果玫瑰花派 简直和我们做的一模一样啊 完美 他将获得我们的多事如意台啦 恭喜恭喜啊 我觉得你特别厉害呢 另外微信粉丝名为 晴天可以夺小樱花的小仙女 获得了我们的U型饼干模具一个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 这是个小仙女啦 反正我看见了美美的自拍哦 还有微信名为满天心 头像是一朵荷花的粉丝 也获得了我们U型饼干模具哦 恭喜你们啦 以上三位中奖的粉丝 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发到后台哦 大家不用太羡慕 上面中奖的三位粉丝哦 把根据我们的菜谱做的好吃的 拍成照片发过来 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抽取一位 送上随机样式的陶瓷餐具一份 老规矩将本条视频推送转发至朋友圈 并截图给我们 就可以像上面两位粉丝一样 获得U型饼干模具哦 上期给大家预告的新西兰车离子购买福利 已经有好多粉丝过来咨询了 这么美味的车离子怎么能错过呢 每颗都是我们新西兰小伙伴严加挑选的 购买以后直接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 感兴趣的粉丝多多咨询我们哦 好啦 本期兔机QQQ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就给我们点赞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